欧元队英镑 欧棒的这个单 也在今天的时候需要做减仓的动作了 欧棒的单 我们在中间的是做过几单交易 我想跟着我一起做的投资人 会做过这里 在这里会做过单 在这里做过单 还有的投资人在 这个位置上 就是抓到过这个大阴线 后来被周五的时候 这个大阳线上去的时候 形成一些惊慌失措 我们说要持仓 我还记得阿杰同学在这个时候 说凯文老师怎么办 我说持仓了 没有到你持统 你持仓他还会下来的 那这是最早的一单 在这个位置上 之后还有入场点 入场在这个破位的位置上 破位的位置上是8590的位置 还有再破位的 再往下走的回调位置 8540的位置 截止到目前 已经非常逼近我们的获利满足位置 这个获利满足位置 是在8340左右的位置 在最低点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最低点 8350吧 而且出现这种双针探地 所以我要求 欧棒的这些投资人 去减仓到他的一半了 甚至如果说 他已经下1.5手了 去将这个仓位去平到他的 去平到他的 留下0.5手去差不多了 平去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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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剩下0.5手 行情再走 再说 不走 所以他已经逼近到这个位置了 同时顺势 只说移动下来 总是要收割的 我们注意这个交易 就是无论他多长线 我们签点行情怎么样 无论怎么样都要收割 我觉得今天 对于英镑类的交易 我要进行一个收割 还有一个收割点在这里 这个也要收割 这个我们当时有1.12 也不多 但是你注意 他只做1.12 就有了9000多澳币的一个收益 顶部形态慢慢盘整 我先收割一部分 收割一半 0.62 我们看到他现在是9000多 然后他在这里 如果平一半的话 我们就会买回一半 剩下0.5手了 那他从刚才的9000多 就变成4000多 就是有这些收益进去 所以今天做的整体的工作 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中长线的英镑类的多单 欧帮的空单 帮日的多单 英镑的这些单 这些凡是关于英镑的这些单 我们都做了减仓的动作 我们最希望是什么 一个是我们在止损 那就是移动止盈当中 被移动止盈 还有一种就是说 如果我觉得这个位置 我已经满足了 是不是我可以把 这个单平在一个极高点 如果是极高点 那不是我就对我的利益最好 最理想吗 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想法 将英镑的这些单 去做一些品仓的动作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图形 这些图形的变化 还是继续在运行当中 我们有投资人问说 棒奥怎么看 棒奥 来看一下棒奥 这个图形顶部形态 这是 有点像是顶部的成型形态 当然这个顶部 与奥币今天墙也有关系 今天奥币的墙带来的顶部形态 但是我有这种感觉 因为奥币本身的这个强度 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些外强中干的 就是未必说是真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 未必是真的是非常强的一个 一个货币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去空它 当然也是符合技术面的 就是它现在技术面上 就单纯技术面上 你现在已经形成了顶部形态 破位支撑位置 这是支撑支撑支撑 大阴线破位 拉回之后的做空 所以今天技术面上 逢高做空是很明显的 这个顶部形态也不错 但是我是觉得 因为我不太想说去多奥币 往下空是在多奥币 我觉得奥币 它的这个多单可能 不一定效果是最理想的 这个效果 所以还在观测一下 还在在在观测一下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每日 这是我们看到整体的 这些数据的走势 棒奥技术面上 是符合交易的逻辑的 高位的在上来之后 这些 你看今天实际上 已经来了一次了 我觉得张预会同学 在这个地方观察的很细 破位的大阴线 拉回二分之一后的这些位置 其实就是交易当中的极好点 破回 突破当机涌入场 耐心等价有拉回 就是指的这一点 所以说 现在的布局就是看空英镑 我觉得英镑 现在真的说 大范围的看空英镑 可能还 就是确定度还不像那么高 因为我们从之前 大范围的去看多英镑 转移到看空英镑 冷暖之间要有一个变化 不要把这个事情做得 这种太急了 王健同学们 棒日开始收割了 我觉得 我就收割一下吧 先收割一下 800点了吗 下来 下来